航运运价调涨 不要错过这个波段的行情 马上就请万通国际魏名誉分析师来解答吧 好前来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针对今天台股虽然小涨一个11点 那重点我想以今天整体航运类股的表现状况 非常非常之亮丽 那毕竟我想这个波段的一个 像台股的部分我们先带一下 就是说以这个波段台股 毕竟有力坚多重利空因素干扰因素拉回 从创历史新高一修正拉回超过这3000点 那后续我想在上上个礼拜是落底之后 也展开这一个波段的一个反弹 那这个反弹我们预估的一个目标 至少是一趟这个千点的一个行情 那重点是说以在前一个波段 包括像IC设计包括像细晶眼包括 像这个电动车的一个部分 已经率先形成一个领先落底之后的领先反弹 那到这个礼拜我想随着就是说 整体航运类股就是说在前波也受到 航运这个运价的一个调降的结果 股价也都经过这个大幅度的修正 那这个修正完之后 所以了这个礼拜相关的一些航运类股 我想在这个礼拜是形成一个股东会的 一个密集召开的一个股东会周 包括像货柜三雄这个礼拜四是万亥 礼拜五是阳明延续到下个礼拜 礼拜一是这个长荣的一个部分 都陆陆续续要召开这个把说 那这个股东会 那毕竟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股东会 也随着就是说以这个包括货柜 甚至包括像航空 散装这些航运类股的这些各个族群 它的一个去年的一个获利状况相当不错 那等于说到目前为止 这个礼拜的一个相关这些航运类股 都会有一个叫做高股力 高值率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题材 包括像这个像这个阳明一配配了20块钱 这个像长荣的部分也配了16块钱 再加上6块钱的这个这个 它的一个减资 甚至包括像万海配了10块半现金 跟1块半的一个股票鼓励 那当然这些高值率率的一个 相关题材个股 也随着在这个礼拜 陆陆续续召开这个股东会 那甚至就是说以这个波段 股价已经经过大幅度修正 我想股市最大最大的一个利多叫什么 跌太深 那比如说跌深之后 航运类股在今天也随之 就是都展开这个波段的一个反弹 然后再配合它的一个短线的一个买点讯号 都已经形成陆陆续续出现 那相对于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以万海的部分 我想这个波段 货柜山雄的部分 它算是拉回弧度比较深 那等于说 它今天也形成一个跌深 跌比较深之后的一个强坛 配合买点讯号产生在147块钱 这个买讯在上个礼拜五产生在147.5元 那今天的像万海的部分 今天也立马锁住涨停 那甚至包括像长荣的一个部分 我想在这个波段 也要买点讯号产生在上个礼拜 这个135块半 那买讯一到当的话 今天一涨也快接近8% 9% 到收盘大概都大概快接近7% 一趟的一个涨升的弧度 那相对我想包括像长荣 包括像阳明 比如说这个波段 它已经月线全面性站上去 代表就是说 这个6条均线已经全面性做收户 那收户已经全面恢复为这个要多头架构 那多头个股我想 这个都是各位 你千载兰逢的一个机会点 后续凝落天之后 有任何压回 依然都是各位 可以去做让从容上车的一个绝佳的实际点 那杨敏一样 今天一样站上这个月均线 那相对我想阳明买点讯号也是都陆陆续续在上个礼拜五做产生 这是货柜三雄的部分 那包括像航空双雄 像华航甚至像长荣 我想这个买点讯号 像长荣航也一样 在上个礼拜五产生在30.65 那今天也是大涨超过半根停板之上 甚至包括像散装的一个部分 因为毕竟我想今天是随了这个货柜三雄当中 尤其是万海的一个带动 那等于说这个再加上今天整体的一个资金面 就是说以电子个股间的成交比重 缩到只有一个41% 然后这个整体航运类股也拉高到差不多三成左右 那资金在哪里也一样请各位 随着这个资金的动向 你做到移动 那等于说这个相关的散装货运的一个部分 也都会有一个叫做资金外溢的一个效果 我想这些族行个股也随着它的买点讯号 陆陆续续产生 我想这个各位你都可以在近期 去做到一趟密集的一个鎖定的一个操作 那重点我想好的股票 你也要无论如何配合到好的一个买卖点 那近期我想这个台股在走反弹 反弹它会形成一个叫反户的一个打底 跟这个不断把这个底部电高的一个动作 那现阶段刚刚我们讲的 包括像IC设计 像细晶炎 像这个电动车 甚至包括像航引类股 都在形成一个叫强势轮动 那当然的话 一样要请各位低买高卖 严格去执行这个叫短波端的一个价格操作 那好的股票挑出来 你要配合好的一个买卖点 那什么叫好的买卖点 我想我们全面性 都会在我们这个Telegram 给各位做第一时间的分享 也请各位你都可以直接做个直接加入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找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也要持续锁定老师的Telegram 财经急诊室我们下次见 拜拜